那我就要开始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Power BI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先去理解一下Power BI 好那我们几乎就是比如说这个Power BI 好就直接按Enter 你就可以到这个微软的Power BI的主要的一个网页 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在做资料视觉化 资料视觉化简单的说就是把资料用直调图 折线图等图表呈现方式让大家看得懂 再来我比较喜欢Google搜寻引擎 好那Power BI它最重要的五个字是资料视觉化 那你会做资料视觉化之后呢 你可能还要知道资料视觉化的另外五个字是 互动式报表跑去哪里了 好吧那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互动式报表 像这边这个是一个仪表板在这个仪表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张视觉化图表有横条图圆形图 直调图当然不管是横条或直调我们都可能我会讲成Bar图 因为我觉得英文的描述会更贴近更贴近大家的一个理解 Bar B-A-R 那这个我们叫环形图 当你点任何一个Bar图上面的任何一个元素 例如说点选最长的这一个然后接下来环形图跟另一张Bar图会整个联动就直接马上变给你看 这样子的话可以刺激我们视觉看到之后有一些推敲或者是想法 好以观察现象这就是互动互动式报表那不是只有点这一张的其中某一个因素哦 是随便任何一张你都可以点点看 所以今天早上我第一件事情要先教你如何画图 第二件事就要教你如何互动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知道Power BI如何下载 所以你就在例如说Google搜寻引擎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Power BI下载 第一个下载Power BI工具和应用程式 建议您真的在看这个中文字的时候你稍微也要看一下有没有微软 好请点这个下载Power BI 那其实Power BI它有手机版 这个Power BI行动版 所以它下面是不是放了这几个图示各位应该知道就是你要拿起手机到你的APP下载的地方 可能是如果你用iPhone就到App Store 如果你是在这个一般的Android系统的手机就到Google Play这边来去做下载 那我们现在因为是要安装的是这个电脑版 接下来呢 这边下面是不是有两个下载 有两个超连结 一个显示下载 一个显示进阶下载选项 请点进阶下载选项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的一定是英文的画面 不要紧张 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因为这图太大了 这个图太大了 稍微拉下一点 他就说请选择你要下载的语言 好 那麻烦请你切换一下 切换到Chinese Traditional 就是很多同学就是在刚刚那个地方 他去下载了 就直接点了Download 好 然后这边你再点这个下载 好 这边有两个 只要使用这个64位颜就好 所以请选这个64 后面有一个64 好 点选下一步 就开始下载了